美国凭借了一张成本只有大约17美分的百元美钞 就让其他国家向美国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这不是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又是什么呢 我国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大量营刷银票这种纸钞 作为交易的货币 这些知识我想两岸的高中课本应该都有交过 所以这位匪备官媒的主播恐怕都没在念书 这位匪备官媒的货币